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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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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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哎 好 快起来 哎 好 这是没得捧了 夸我好瘦 苦到荒山苦相争 黎民涂炭 雪飞红 灯照黄沙天地暗耳听战鼓 咚不隆咚咚 再来一什么呀 你们都没接上来啊 再来你就记住了就啊 下回我再创作一个吧 为了你们提高我的文学水平 谢谢各位吧 就到了说书的时候了 我只有坐在这儿 我才觉得最踏实 你要非让我当个什么 工程师啊 科学家啊 我老觉得不合适 当然也没人让我当科学家 这辈子就是说书唱戏 说像什么的命 这三门手艺 我觉得很有意思 干别的没有自信 真的 当会计 我要当会计 那个账说是在的 真的 我让你那个企业乱的不能再乱了 确实是干别的不行 当运动员去 我这个体格也不灵啊 跑步那不成 我跟于老跑不行 我可以 给他先灌点酒 然后跑步呢 我可以 别的真不行 所以就好好的说像 好好的说书 有您各位支持 后台呢 有德云社的各位演员们 这么鼓励我 我们跟过日子似的 我觉得人生很美好 德云社演员大伙也都熟悉现在 有爱孙猴的 有爱巴蟹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粉丝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要问我 反正是于老师啊 高峰 这都是跟我能玩到一块去的 我们辈分是一样的 你剩下就是孩子们 老高 千儿 这我们都 胡捧狗友 于老师 我是没少在节目里面介绍啊 今天我们那个经纪人进后台说 我说你看你昨天给录的那个特别好 发了一条 说欢迎于老师入住 大伙不错的也都给他拍一个 这一天说有三百多粉丝了 我说人家看看 不是不是三百多万了 三百多就别干了就 我说我呢 他说你有一千多一千四百多 我说那不行 我说我给他录完了就三百多万了啊 我就是再录一个 我就不支持他来啊 你知道这儿有四五天就赶上我了啊 挺好的 你看了吗 你看于老师之前很抵触这种新鲜事物 他这一玩之后呢 拦都拦不住了 他的人生会陷在短视频里边 不一样 你看他跟高峰两人的区别就很大 高峰就是特别谨慎 什么时候都特别谨慎 后台做一帮人 我们大伙做会聊天 说包袱 你看高老师其实比谁的包袱都好玩 但他比谁声音都小 他老怕说完之后你们不乐 得多尴尬啊 他就特别紧张 他小声说 小声说我们也听得见的 大伙有时就乐了 就好玩 你就通过小事看人 高峰高老师 这是天下没有这么爱相声的人了 你看下午给龙子科上课 他真行 一遍遍掰开揉碎的跟你说 这罐口不对他给你背 孩子们还很感动 我说你们不用感动 没有你们他也这样背 教学生必须得有这样一个 下午来了 我们上课班下午龙子科 孩子们呼噜呼噜往那一坐坐好 他在头里 我来了我老在最后坐着 我前得看会儿他们了 看差不多了 我才上头里就跟大伙说说啊 聊会儿天什么的 前面就看高老师跟大伙一块 又背又说 然而很感慨 高老师这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就这么一桌 在家看电视 那是哪年呢 他媳妇也是做航班 电视有那个大蒜介的广告 高峰哎 高峰你看这大蒜介 我就爱看这个 高峰告诉他了啊 一会儿还重播呢 一般人家里不会这样的 他上德云社说一下 外面不下大雨 他一进后台 他拿着两把预伞 他一进后台 也不是谁 你把他就顺手递给他 他拿两把预伞一进屋 高老师怎么拿两把预伞呢 雨下到了 这都是他 哪天专门总结一个高老师的包护集 给你们念头念头 今天不能说 今天说的全耽误了 咱们上文书讲到 太棒了 谢谢各位 有你们啊 我能吃一辈子 上回书咱们讲到 讲到哪了呢 那不行 我得记着啊 陈灯定计 天哪 我都想起来了 陈灯给出一主意 出什么主意呢 这不是曹操给车咒写信吗 说你想个办法 把刘备那脑袋切下来 扯着我说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你要说偷谁一双鞋还好一点 脑袋不是这么容易的 就找这陈灯 陈灯给出主意 陈灯脑子快 简单 这两天 刘备啊 不在徐州 出去安抚百姓去 这两天就回来 回来之后 咱们定个计策 就在瓮城就把他杀了 上文书咱们介绍了 城门以外多一个小半园 这半园的这个城 这叫瓮城 其实就是出了正门之后 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有一瓮城 他得进瓮城 他进了瓮城 还没进这个城门呢 您过去就把他杀了 我在城上面安排人 给您啊 狂攻乱戒 一放箭 把他后边人挡住了 咱们大功就成就了 车咒很开心 召计而行 陈灯回家来 跟他父亲一说 他父亲 陈归 那是一个对大汉江山 极有感情的人 老头说这不行 咱哪能这么干呢 刘备 刘备那是皇上的叔叔 汉氏宗亲 咱们不能这样做 因为现在的曹操 跟原来的曹操不一样 咱们也介绍过 现在发生了一件 一代昭的事件 因为一代昭 是曹操从汉臣 到汉贼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之前的曹操 跟之后的不一样 是因为这件事情 正式的跟皇上翻脸了 没有交情 所以说从这儿起 他才能被称为是汉贼 好多人骂他 说你是个国贼 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说咱们不一样 咱们世代是世受皇恩 咱们吃的人家大汉家 所以说不能这样做 老头这么一说 这儿子很听话 说不要紧的 您也别担心 我听您的就是了 忠臣孝子嘛 那你出那主意 我告诉刘备就得了 很简单 以后打这儿 出来往外走 很巧 就碰见关羽 张飞了 碰见他们两位 说这个皇叔回来了没有 皇叔马上 大概还有这个半天 好嘞 我跟您二位说点事 我给车咒订了个计策 要把皇叔脑袋切下来 这俩眼珠都红了 你吃错了药了 你喝多少酒 几个菜你这样 我老看最近网上聊这句话 几个东北朋友也是 你喝几个菜 啥菜喝成这样 把这事一说 陈灯说别担心 之前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打算定下这个计策 在瓮城杀人 现在我把这事跟您二位说了 我跟您是站在一起的 我得保护刘皇叔 那说怎么保护呢 不要紧呢 就把这个计策原封不动 咱们拧一个 咱们在瓮城 杀车咒就得了 你看他这个玩儿 他两边都能卖 好主意就是这样 万能的 怎么用都行 关于张飞说 你得说清楚了 你得告诉我们 这计策怎么实施 说这样 您呐 夜晚三经左右 带着兵就回来 来到这之后呢 在瓮城这就说 就说是 尤打许都来人了 比如说 您就说您是 大将张辽张文远 奉曹丞相的将领 您上这来了 车就得出来接 他一出来 在瓮城这 您二位无论是谁 咔嚓这一下子 给他脑子就窃下来了 然后我在上头放箭 我放箭的工作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阵势压住了 您这一冲进来 咱们就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这哥儿大爷琢磨 倒是也是个好办法 那你可说好了 你放箭 你可别忘了 您踏实乎了 吃谁像这样 你可是逮谁吃谁啊 这回来放箭 放箭 没问题 你家走吧 陈登家走了 关二爷张三爷 两人商量这事 说这 谁来冒充张文远呢 张辽啊 关羽说我来 我跟张辽有交情 我们哥俩最好 像这个露脸的事 那得我冒充他 那行吧 一切照记而行 说这话天可就晚了 二更天一过 就在城外边 就来了一艘人马 就跟着喊 开城啊 开城啊 城上得问 找谁啊 说我们是跟着张辽 张将军到岁 奉了曹丞相的将领 前来见车咒 车刺使 好 我们去 火禀一声去 到里边去 跟车咒一说 车咒都躺下了 赶紧坐下来 谁来了 跟您回 说是张辽 张文远 张将军来了 这会儿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都快三惊天了 还不到 差一点 之前也没听说 他们要来啊 你说一声 等天亮 去等天亮 这就回来了 小冰一报信 说城下的 这会儿太晚了 这会儿不方便 恐其有诈 天亮您再来吧 也说不行 等天亮刘备就知道了 这话说的是实话 因为天亮刘备就回来了 哎呀 不能让他知道啊 安心吧 回来报信 不行 天亮万一刘备要知道 消息一走漏 不就坏了吗 让人不放心 怎么就突然间 就来了这么些人呢 你们仔细看看 到底是不是曹营的兵 车咒响得很周到 小冰回来一看 千真万确 就是曹营的兵 他糊涂 因为有五万兵啊 是曹操给刘备的 那不用假装 那川上达本 那所有一切就是曹营的兵 只不过是让刘备 筐走的 看了半天 没错 这没错 这错不了 这错不了 又爆心去了 说没错 您赶紧了 别人张将军等急了 好 来呀 呸挂 呸挂 就是得穿好了 终归是武将吗 万里有个一啊 顶盔灌甲 罩袍束带 技甲蓝裙 飞身上马 前面有人引着路 又打这出来 就奔城这 打开了这个城门 往外就走 外边是瓮城 城门在这 城门外头 是一个半圆的 这么一个小城 这叫瓮城 城门这个门 跟瓮城的门 不能正对着 它是斜着的 这是过去 在建筑上来说 它是也是为了安全 就怕正对着 冲进来 你这没法弄 它进来之后 有一缓冲 它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儿骑着马一出来 哎呀 文远将军在哪里 文远将军在哪里 文远 张辽张文远 文远将军在哪里 喊了三声 就打这儿过来了 哈哈哈哈 在这儿呢 哦 错了 一抬头 不是啊 谁呀 关于 关云长 为什么呢 他太熟悉了 这些日子建筑在一块 只不过这里边 有些个事情 不便明讲 但是黑天半夜 他炸了成了 哎 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关二爷心说 到这会儿 你也不必明白太多了 没有意义 手起刀路 这青龙刀 咔咔咔一下子 斩车咒于马下 车咒杀青 那 大被人马 他就进了城了 这个 其他的这个冰丁 根本就没有反驳的余地 因为眼瞅着张飞 带着名也来了 咕噜咕噜 一进城 他好在哪呢 所有的冰丁 两边的冰丁 他是一家 车咒的冰丁 也是曹营的冰啊 张飞关羽带着人 那也是曹营的冰啊 所以自己人之间 也别打了 只不过是主帅之间 闹着玩 把脑袋闹没了 咱们没有必要 也没人让咱杀 也没人让咱打 就挺好啊 来 好 行 来来来 他进来了 兵不学任 把这事就平了 到这会儿 天可就蒙蒙亮 就这会儿的功夫 刘备回来了 刘备出城 安抚万民 招负这些百姓 因为这些日子 竟打仗 一打仗 百姓都跑了 刘备你出去 安民去 回来吧 没事了 一切都挺好 天安太平 请你们回来过日子 去了这么几天 这是刚回来 这一回来 整碰见关羽 关二爷把这事说了 我跟他说点事 什么事情 说我已经把车骤杀了 你们怎么把他杀了呢 大哥 我不杀他 他要杀你啊 就把这事情说了 陈灯告诉我们 陈灯啊 给咱俩两边分别定了一个计策 后来啊 这俩计策合了一块啊 归咱们实施 成功了 已经把车骤 斩了 哎呀 此事 妥不妥呀 妥不妥 已经这样了 正说着 又打这边 张飞回来了 张飞太高兴了 怎么呢 他上车骤家里去了一趟 把车骤家里人呢 全杀了 一个不留 斩草除根 回历说 我都切得干干净净的 您放心啊 没有活口 事已至此 刘备也说不了别的 因为眼睁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如果不刹车骤 这个后患无穷 但是 事情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 要谨慎对待 因为曹操 不会善罢甘凶 徐州这儿 调养生息 大家怎么安排 咱们可以暂时 告一段落 刘皇叔带着哥俩 在这踏踏实实过日子 说书有这么句话吗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回过头来 咱们要说一说 国舅 董城 听过前文书的 您有印象 董城接了一个大工程 就是一代招 一代招就是汉县帝 拿一块白布 咬破了手指 写下血书 希望国舅董城 找几个能干的文武群臣 你们一起 想方设法 把曹操灭掉 一代招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没有进展 因为这里边 这最重要的俩人都不在 一个是西凉太守马腾 西凉太守在甘肃那边 他的大队人马呀 都在那边 他进京是树职 这完事之后你得走啊 你不走 老跟这待着 这违反纪律 所以马腾回西凉了 然后就是刘备 一代招事件中 他进来的最晚 但是他是主心狗 因为他是大汉的皇叔 皇上管他叫叔叔 他代表着朝廷啊 但是现在他不在 他跑了 他跑到外边打仗去了 管七年也回不来了 所以就剩这几个人 国舅董城 还有这王子福 乌子兰 乌朔 冲击 就剩这几位 这几位在朝里边 最大的特点就是啊 是个闲人 为什么说他们这事成功不了 就在这了 没有兵权 手下也没有什么人 就是有功夫 有的是时间 但是干这种事情 这时间是没有用处的 没有意义啊 所以说商量了几回 尤其是这个国舅董城 跟王子福 两人商量这事 怎么商量 应该挺难受的 没有进展 心里着急 眼瞅着就到了元旦了 元旦的时候 在金殿上 百官们都得来 要朝贺天子 过年了嘛 跟皇上得客气客气 但是在金殿之上 所有人都感觉的出来 就曹操这个状态 这个气焰 是超过了天子 汉县地流邪 坐在这儿 窝窝囊囊的 也不敢说话 加菜也不敢 喝酒也不敢 吃口东西 得看看别人 这皇上太窝囊了 坑 你再瞧 曹操 铁着嘴 那嘴咧得跟八万似的 在金殿上挨个的招呼 他是当家主持人 其实也不怪草子 事实原本如此 连玉玺都在人家手里钻着 你要说写个圣旨 不用通知皇上 人家自己 怕连何总章都有 想签什么就签什么 打算如何就如何 说你今天当官 你就当官 明天说不行 就给你弄下了 权清朝野 他离着皇上就差一名字 他现在他这身份是管理着皇上 在皇上脑子上坐着呢 所以在这个金殿之上 跟文物寻臣聊天啊 这个状态 董承看不了 董承看看他 又看看皇上 看看皇上 看看曹操 心口窝里觉得对不起皇上 你皇上把手咬破了 写下血书 让我想方设法的 铲除曹操 要现在这状态看 曹操死不了 我得先气死 哎呀 心里窝火呀 好几次都想站起来 赤色一下曹操 那你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王子福 他们几个人还冲着实眼色 那意思没有意义 你这会儿窜起来 骂顿街 那管什么呀 大伙劝他 金殿上回来 董承就病了 什么病呢 气病 我不知道你哪位 有这个经验啊 真的啊 天下所有的这个病 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 咱不能说所有吧 你要说你得一脚气 这跟生气 没关系 但是生气 确实能让人生病 快二年前 我就经历过一次 也是因为 跟他们说事啊 然后对方不讲理 那天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 天下有这么浑的人呢 当天就发烧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这人生气是可以得病的 所以说老话说 气死人不偿命吗 你气死了没有用 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啊 但是董承 气坏了 回了家里边 怎么都难受 哎呦 五脏六福也难受 怎么都不行 要死要活 唯一的信念就是 我不能死 那皇上还指着我呢 我得等着 这一得病的消息呢 就有人告诉皇上 汉县地急坏了 那咋行去 我得指着他呢 朝中大师就盼着他来救我来呢 他死了我怎么办呢 谈起 太医 给他治病去 太医 就是皇上家的御医啊 御医是最不好担的 你看民间你要当一大夫 这是好 在宫里边当大夫 就很难 咱们瞧过那个 一些个资料 也听过那个老大夫聊天 你比如说 清宫里边 那御医 很多大夫其实很有手艺 但是有手艺 他基本上 他还不给你使出来 因为给皇家治兵 难就难在这儿 这个药下完之后 药可能会猛 他可能管用 也可能会有些副作用 那有这副作用 这坏了 给皇上治兵 给娘上治兵 有点什么事 那就是提脑的来见的事 皇上在屋里边难受 门口站着一帮御医 挨个进去 不是说 一个大夫看完了 就开方子抓药去 不是啊 因为这帮大夫 最后一共开那方子 这个好多官员 连娘娘还得一块会诊 审你这些方子 你还得给讲 这里边这些药 这个药是干嘛用的 这个药是干嘛用的 这个用多少 那用多少 你得说的这些人 心服口服 他们觉得行了 你才能抓药熬药给皇上喝 为什么皇上 这短命就因为这个呢 都耽误他们身上 一帮外行嘛 一帮外行管内行嘛 是吧 所以呢 大夫们为了保证自己 没有问题 他有暗号 进去之后给皇上一号卖 比如皇上上火了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开方子 开那方子也开那个差不多的方子 就前提是保证死不了 前提不是保证你好 是先保证你出不了事 因为这样能保证我们没事 你这就没有办法了 开完这方子 打屋里出来往外一走 外边好些大夫都那跪着呢 挨个等着呢 就抬头看这个 这重来你看他那手摸哪 他这一六几个扣 他们提前上了好了 摸这个上火 摸这个闹肚子 摸这是咳嗽 摸这是什么 他们提前定好了 你看他摸哪个 心里有数 二一个再进去 开那方子跟前面一样 我们大伙说你上火 你就是上火 因为什么呢 这说跟不一样不一样 咱们怎么办呢 对不对 先保脑袋 你死与活那是你的事情 这就在强权压迫下 没有办法 所以好多御医 有真能力使不出来 关键是不敢使 但是汉宣帝今天派这个御医 有能力 这人叫什么呢 这人叫吉平 吉祥的吉 他的名字叫吉泰 姓吉以明泰 自称平 称 称赞的称 他自 这么叫 但是都管他叫吉平 吉泰医 皇上把他倒来了 平平啊 也跟我喊罗文明似的 大平啊 国舅董成病了 你赶紧看看他去 他很重要 他很重要 你一定把他治好 你一个人去 别带一帮人去 带一帮人去治不好 就你一个人去 啊 尊之 吉平这就来了 来了治病吧 到这耗耗脉 感觉出来了 急火攻心 一着急 哎呀 这点火 串到五脏六腑里都是 啊 不要心 我给您开点药吧 啊 这就开药 哎 连着这么两三天 确实真好 眼瞅着人 都见轻松 平时没事呢 也聊会天 说点闲话 吉平就感觉出来了 国舅董成心里有事 但是这个不能多问 上来就问这么些个 跟人也过不着 又何况那是朝理的官员 哎 简断皆说 这个日子一天天过来 基本上 他这个病就算好了 因为他不是什么 实在的病 你说这儿长四个大哥的了 啊 出去摔那儿了 脑袋摔一大口子 那是另一回事 他是心病 拿药给他打一打 稍微一调理 就逐渐的好了 这天是元宵 正月十五 董成说 人家这个太医忙活这么些日子了 有的时候夜里还不走 在这儿 瞧着我 给我喝药 那个请过来一块吃个饭吧 就把吉平请来了 边仨朝俩 来几个菜 摆好了 啤酒黄酒 都麻上了 嗯 俩人这儿对脸一坐 谢谢您吧 吉太医 这个没有您 我这个病好不了这么快 吉太医 不敢当不敢当 喝酒喝酒来 我给您先炫一个 原来我不知有这么一词 后来看他们喝酒 好家伙拿着瓶子 还不知怎么想的 喝酒吧 喝着喝着聊着聊着 一会儿的功夫呢 这个董藤就觉得 哎呀 身上好像有点乏 因为什么呢 董藤这些日子也没喝酒 就喝药了 有日子没喝酒 乍一喝酒 就有点想不住 反正是总不喝酒了 再加上身子呢 多少一点虚 喝了点酒 一会儿就觉得 有点晕乎 迷迷糊乎的呢 拿手啊 枕在这儿 在这儿 似睡似不睡 就这么一个状态 一会儿的功夫 又打门外边 来人了 谁呀 王子福 王子福您都知道 就在这个 一代昭事件中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呢 他是最早期的加入者 进来了 我就给您倒席 董藤说 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呀 跟您这么说 袁绍刘表 发大军五十万 打曹涛 西凉菜手马腾 勾气 寒随 发大兵七十二万 打曹涛 曹涛 发许多全部的人马 前去御敌 府中空虚 我刚才算了算 咱们哥几个 家中的人聚在一块 咱们大概有一千多人 今天是好日子 咱们一块去 我觉得凭咱们 就能把曹涛给杀了 总成想了想 可能吧 人够不够 不要紧呢 我可不怕您 哎 这件事情您别跟别说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我还有十万天兵天将 说书唱戏选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是沧桑 不来了 不来了 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够吃的吗 要是不让你们接个下茬 我心里都过不去 是不是好开心 下次咱们用英语来接一下 等我先学一下 谢谢各位吧 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 还要串闲话吗 要 以后三国不三国的 看来不重要 各位对三国没有什么兴趣 我还聊点德云社后台的 奇闻一事 你们都挺高兴 没有那么多奇闻一事 德云社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向上社团 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这都是您各位捧着我们 才走的今天 当然了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 我们大伙互相磨合在这 这么些年来 这好几百人在一块 其实不好弄 为什么呢 宁带千军万马 不带十样杂耍 他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行他 他需要脑子 所以说我老说 我是后台一个人 撒脑子 所以说天天跟这么些人 在一块打交道 也确实不容易 万幸呢 这一晃十几年 二十年下来了 还很愉快 还很愉快 大伙都挺好的 我们这儿是聪明的真聪明 天真的也是真天真 你看我们有一叫 叫李云天的 认识李云天吗 李云天也是我徒弟 他自己本名呢 叫李根 本名 就是那会儿他在美国 在那儿叫李根 好来这不回来了吗 回来说笑来了 一名叫李云天 一名叫李云天 说书的一名呢 叫李景奇 他跟我一样 三大兴趣 就是唱快板 说书 说相声 我是说书唱戏 说相声 有点区别 他爱快板 特别爱快去快去 也不怎么个没法 我是不爱 我大小就不爱这 我记得因为 很小的时候 为什么说书 说相声 七八岁八九岁开始 你看我很少接触快板 就是我姑姑 我家有一个姑姑 我姑姑跟我说 说你别唱那玩意儿啊 我说怎么呢 伤气 老太子说唱了伤气 他觉得打着板 这么累 告诉我别唱那个 那时候没多大 所以就记住了呗 我姑姑不会害我呗 他告诉我伤气 我就记住了 就不唱这 从内心 抗拒这个 余谦老师也是 你看我们俩人啊 在快板里边有门户 我是王派快板的传人 他是高派快板的传人 我们这俩传人 连整段都唱不下来 但是也不是说不会 就这个 挂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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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这板 我不知你哪位 叶月号喜欢这个 你记住你张嘴 唱那快板的词 那叫艺术 手里打的这个 这叫技术 就在座的所有啊 只要有手 你就能打 他没有窍门 你一天 打十个钟头 就比打八个钟头 那打得好 你只要天天打 你就成了 但是你这嘴里边 这一辈子 你未必能成不了 这是两回事 所以后台老先生也是 你看这台上 请光五次打 后台有那老先生 哎呦这应该吊杂鱼团去 真熬成这个大家了 他就打几下 他剩下的这就 就这么端着 以嘴为主 偶尔想起来了 低个大 低个大 就干这个事 没有哪个一场 他不一样 但是你看 个人偏好 李哥就爱这个 爱这个 还爱说书 就喜欢说书 很努力 我那会儿管的 叫李天真 陪我说那个事 干的挺可气的 呦呦 这时间太长了 不能再说了 不不不聊 不能再聊了 不能让李云天 但我们说了进度 李云天是三国的 忠实拥盾 知道吧 每期都都看 看完之后还 摘好的 然后弄一小视频 发朋友圈 天天赞美我 鲜花少说 书归正传 王子福 来见董城 说现如今 机会来了 我们可以杀曹操了 董国就说 行吗 人够吗 你放心 你放心 我还给你十万天兵天将 听到这儿 那个不要诧异 你仔细听 有人说 十万天兵天将 这不是拿孙悟空去吗 这个风格差不太多 说有天兵天将吗 你往这看 王子福一摆 就打天上 来着十万天兵天将 拿手一拉 这董城 走 董城跟着就块 飞起来了 这帮人呢 踩着云彩 就一直飞到了 曹操的相府 曹操跟着坐着呢 怎么还没有人来杀我呀 董城说 刚才喝酒来晚了 现在开始 把宝剑拿过来 曹子 你拿你走 啪 往前来 就这一剑捅下去 没扎着 一着急 醒了 这个三国演义啊 要是出来天兵天将了呀 也就不像话了 当然了 单有一个三国的说法 全是神话 也挺可乐 只不过 不符合咱们 这次说书的风格 你比如说赵云 按照那个书里边说 赵云呢 上辈子是王母娘娘的 一盏灯 一个灯 灯里边装着油 是王母娘的灯 天下大乱 这个灯 下凡 转化为赵云 长盛将军呢 从来没有人拿枪扎过他 拿刀打了他 没有 意外的如此 后来赵云结婚了 有一媳妇 聊闲天 长盛将军 他媳妇说好家伙 就没有人拿兵器碰着过你 那当然 我是长盛将军 他媳妇就是正做活呢 我拿针扎你一下行不行 好啊 扎吧 扎着一针 转天赵云死了 为什么呢 扎着一下油灯裂了 油流出来 他死了 这那个神话三国演义的那里边的故事 还包括这诸葛亮 500年前诸葛亮 500年后刘伯温 之前他是江子牙 他也是孙斌 他为什么一辈一辈这样 哎 孙斌跟庞娟闹 不是把腿弄坏了吗 最后就坐着这个跟轮椅上似的 对吧 哎 转成诸葛亮 诸葛亮为什么老出来坐车呀 就上辈子的记忆 啊 到后来因为这个火烧藤甲 损因得太大了 再下辈子又转成的刘伯温 刘伯温后来又到庙里去 又看见这个石碑 500年前诸葛亮 500年后刘伯温 这才恍然大悟 我不应该在朝廷待着 后面才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 临走之前 这个刘伯温还告诉徐达 说我得走了 你也够呛 庆功楼 一炮就给你们轰霉了 徐达说咱哥俩那么好 那为什么你走 你不带着我 你走不了 你就得在这儿待着 我教你办法吧 火烧庆功楼的时候 你挨着朱元璋坐着 你把他那衣服脚搁在你屁股底下 他想站 站不起来 他走你就跟着 他走你就跟着 你就行了 这么着朱元璋一会儿 拽着我医生呢 费了好大劲 蹬开了 悄悄的朱元璋走了 徐达后边跟着 一会儿轰轰一下子 大炮一响 所有的功臣全完了 只有徐达跟出去了 朱元璋说你跟出来 你要干嘛 我保护你 我怕你出事 你看看那儿就出事了 朱元璋说这没法弄啊 执一大油锅 里边搁一大金钱 说你把那金钱捞上来 我就认同你是忠臣 徐达下去了 一手 把这金钱捞出来了 这胳膊也砸糊了 掉下来了 朱元璋拿红布 把这胳膊包好了 说你算是逃脱一死 这红布包着你的胳膊 是你们老徐家 传家之宝 他不能说太多 这太多 这复杂了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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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城做了一个梦 但是你得承认啊 我跟你说这个 别说你也听不着 因为一个明英烈 一个这个三国演义 分别有不一样的书道 明英烈有一道书道 就全是神话故事 从朱元璋那儿下凡 因为他是这 他跟马娘娘 是这个王母娘身边的金童玉女 他俩人怎么下凡 这些个事 这是一条一条线啊 这三国演义也是 从开始到后来 整个的这些位 从西汉那儿演义过来的 谁是谁转身投胎 谁是爸王 谁是刘邦 如何如何 他是一整套 三国演义谁画版的 很有几乎 我给你们念的念的啊 今天不行啊 今天因为董国就做梦了 董国就迷迷糊糊的啊 曹贼 我要杀了你啊 没有天兵天将 那都是封建迷信 一睁眼 还坐在这儿 里面这儿呢 是吉平 吉平看看他 你好大的胆 那个 现场有人乐呢 是因为他们听过前几回书 打王子福开始 这句话呀 就是一代昭事件当中 非常著名的语言 互相一吓唬老师这句 你好大的胆 那么今天这句话 被吉太医给终结了 你好大的胆 乳 欲害曹公吗 乳就是你啊 你打算害曹操吗 我就是很尴尬 这个 他们带着我 飞呀飞呀飞呀 这个 哎 也说不出什么来呀 低头无语 吉平乐了 我叫 五岁一人 不是我呀 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医生 然 未尝望却汉恩 我没有忘记大汉王朝 别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医生 您若想除草草 我万死不死 好人 好人 而且 干净 利索快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我看明白 我知道 行 你如果想干这件事情 我愿意帮助你 有用我的地 您就输 人家是这意思 哎呀 董国就很感动 进内室 就把雪昭拿出来了 就他这冲动这劲 他就成不了事 那年头是不发达 他要是有朋友圈 他准得拍下来发 真的 发微博 发这发男的 大伙看看 皇上给我写的 多可怜啊 信箱拿出来 看 吉平看了一下 泪流满面 医疗医生跪在地上 冲着这雪昭 磕了三个头 为什么磕头呢 这是皇上 如同圣旨是一样 磕完头站起来 好 此事 有我一份 好嘞 董国又是很高兴啊 但是转连又一想 这个 此事关系重大 吉先生万物走漏消息 你这玩意 这不是你先拿出来 给人看的吗 看完之后告诉他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所以注定这件事情 很难成功 汉县帝也是 实在没有朋友了 找了这么几位大爷 帮他办事 这话一说出来 这就对人家 吉平来说 这就是把话 冰在这儿 你当年吴子虚不也是吗 吴子虚逃到外头去 碰见那个 换杀女嘛 人大姐 还在河边洗东西 他过去没吃饭 找人要饭吃 又这又那又问道 问完之后 我是谁谁怎样怎样 我打着走 再有过来问的 你可别说我过去了 人家大姐一头扎到水里死了 这不就是你问的人家吗 人家死给你看 拿我的清白让你放心吗 不就这么意思吗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 可不要走漏风生 吉平笑了 把手伸出来 董国就纳闷 怎么着 见证奇迹吗 再瞧人吉平 把这小纸含在嘴里边 一使劲咔嚓一下子 把这小纸咬下来了 这叫什么呀 凝视 你还让我怎样 对吧 我跟您发誓 我把手都咬下来了 我不会对别人说 所以说今天吉太医 咬下一个纸头来 人家这是发自肺腑的 我对天明示 这个事情我也不会走了 并且我要用我的生命 来帮助您把这件事情做好 哎呦 总成感动坏了 眼泪哗哗的 那好 那您也出过主意吧 因为之前我跟子福在一起商量 确实没有好的计策 曹操势力越来越大 而且气焰嚣张 咱们怎么办 吉平转过身去 走到门口那儿 看看窗户Air本 有这么半分钟 出车就乐了 转身回来了 国舅 这个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啊 这么大的事还简单吗 您要听我的 我有个办法 不费一兵一卒 我就能把曹操结果了 哦 即将安出啊 什么好主意 您说说吧 曹操经常 换头疼 曹操啊 历史上也有记载 偏头疼 偏头疼 疼起来挺难受 说我一直给他治这个病 哪天他再闹病的时候呢 他得叫我 我就在他喝那药里边 下上点毒不就是了吗 喝完了他就死了 咱们不费一刀一枪 哎呀 武成心说这太好了这个 这主意不错 你看不认识您就想不起来 那这个事就全拜托您了 倘若是一碗毒药 结果了 曹贼 那这江山社稷 这全靠着您扶起来的 哎呀 不敢不敢 好好好 俩儿又喝了两杯酒 说天也不早了 我看您恢复也挺好了 那我先回去告辞了 那我先回去告辞了 好好好 我送您 董国就有打屋里边 送这吉台一往外走 一直送到大门外头 送到台阶底下 要往常就返不上 你顶多出这个门 站院里 客气客气 回家里呢 就完了 今天不一样 就觉得这是亲人呢 有胆出来 一直送到外头啊 走了 自己挺高兴 转身回来 他还要回到刚才那个屋 他想在那 我在琢磨琢磨这个事 往这走 走了进后堂这 拐弯这 就听着有人说话 顺声一瞧 就在这拐角这 好像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俩人在嘎篮那说话 这个说妹妹你坐船头 那个说哥哥你在岸上走 董国就差点都唱出来 何人大胆 怎么这么大脾气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您看咱们嘴里边 说到一代招的时候 有时候拿董国就调侃几句 是因为咱大伙站在一个 不相干的位置上 咱们看这个事件 但在那个年头 这可不是一般人呢 第一他又是国就 第二又是皇上眼中的近人 而且在当年那个年代来说 我前文书讲过 董成是个大军阀呀 他是仅次于草草 这件事情上 他是为了争权夺势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 普通的很善良的邻居董大爷 他不是 在他的家里边夜见惊深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在嘎栏那说话 这可了不得 从各种角度出发 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喊了一声 何人大胆 这套书说了好些日子了 在他们家竟说这句话 你好大胆 你好大胆 终于轮着他说一回了 何人大胆 这喊完之后 尤打这嘎栏 出了俩人 这俩人呢 一边往外走 一边哆嗦 浑身颤抖 体似筛康 就跟歇了虎子 吃烟带油的似的 有人说歇了虎子 吃烟带油的什么样 没见过 听老人说的 歇了虎子就是壁虎 说壁虎啊 吃了烟带锅里面的油啊 他跟那抖了 现在这俩人东西都不多见啊 有机会再证实给大家看吧 反正就俩人跟这 哭疼一跪 这通道哆嗦呀 啊 总国就走到跟前 顶经观桥 看这俩人 哎呀 不看明白 还则罢了 这一看明白了 活活气死 这女的呀 是自己的妾 侍妾 叫云英 旁边这男的呢 更可气了 这男的是 家里边的侍童 贤文书 咱们单独介绍过他 像秦 秦庆童 书童的活他也干 啊 奴仆的活他也应着 十七八十八九 是他俩在嘎郎上说话 哼 跪在这俩都说不准话来了 总国就气坏 来人哪 你说来人胡拉超 有打这边 家里边那有兵兵啊 来这三十多个人 参加国就议 把这两个人杀了 啊 是 呼呼拉超 这帮人冲出来 就抓这俩人 这俩人好家伙 这通喊呐 救命啊 我们错了 家里就乱了呗 紧跟着 就听这边 脚步声音 谁来了呢 董夫人 这国就的夫人 本来都要睡觉了 听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什么事啊 丫鬟说 您不知道 那个 庆童啊 跟那个云英啊 在外头不知聊什么 让老爷看见了 老爷急了 说要给俩人杀了 哟 可别杀人呐 人命关天了 咱们瞧瞧吧 老太太赶紧穿鞋下地 哎 穿上衣裳 几个丫鬟掺着 这出来 来的一瞧 好家伙 董国就气坏了 脑门都绿了 气的 眼睛都绿 都绿 都绿 绿 绿 生气 也不用问得太细致 准致的 这不是什么好事 是吧 夫人赶紧过来 怎么去了这是啊 用管了 你看他俩人 你看他俩人 夫人看看 这不是挺般配的吗 啥啥啥啥啥 我让他俩般配啊 夫人就劝 别着急了 年轻轻的 谁不那样 谁那样啊 三说五说 最后劝着得了 得了啊 饶他一命吧 这么些人都看着呢 总共就说 那就得了 每个人 仗机四十 仗机 有一棍 打后背 打四十 列位 这个挺难受 打后急 那打四十 这要是 粗一点的板子 棍子 那一下 他就能 能贪了这个人 就坏了呀 打吧 仗着 府里都是自己人 夫人那 一气有奴随 轻轻的打了四十 打这四十 这俩人够瞧的 把这云莹打完之后 这人都快 贪在那了 把他打走 打走 紧跟着打这 秦庆童 秦庆童 人缘可能也不太好 这打起来 连腿在屁 有在后 经 经了光浪 打了好几十下 打完之后 把他锁在了冷房 冷房 不是专门有一间房子 是关这种人的 你谁家里没事 老出这事 只不过就是 堆杂物的呀 闲着没用的 割蜂花没的呀 不管是什么吧 有这么间破屋子 给他割在那 原文上说 用铁锁锁好 哎呀 把董国就气坏了 真真岂有此理 没有我的话 谁也不许 把他放出来 白事 夫人这儿劝 得了 得了 别着急了 快歇着吧 天不早了 好家伙啊 走吧走吧 弄回去了 该睡觉的睡觉 该休息的休息 冷房里边 秦庆童趴在那 哎呀 人世间大喜大悲 来得太快了 刚才在嘎啦 我们俩人 你知道多好吗 要多开心 有多开心 也怨我 我怎么在那儿 找这么一地呢 哪怕那会儿 我们俩来冷房 也没人知道啊 哎呦 可恨死我咯 疼啊 而且照这个样 我这个下场 好不了 把我关在这儿 也不会有人 给我讲情 要是连着好几天 没人送饭 饿也把我饿死了 这伤也没人 给我上药疼也把我疼死了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不行 想了又想 三十六兆走为上策 如其不然的话 我就跑了吧 对吧 我跑出去 我还能逃活命啊 强挣扎着 就起来了 就是说能起来吗 万幸骨头没打蛇 就是这个十七八十八九的大小伙子 正足蹦的时候 而且打的时候呢 都是家里这些人 有的呢 跟他不错 反正是没往死里打 就算饶了条活命 虽然说周身疼痛 勉强挣扎 还能站起来 活动活着 觉得周身上下还可以 啊 行 站起来了 原文上说这点地方特别简单 说他扭断铁锁 越强而出 所以到后来 有人评三国勇将 说三国第一勇将 秦庆童 第二才是吕布 白门楼吕布 拿绳子捆上 就挣不开了 这哥们拿铁丝绑上都跑了 其实呢 这也是没说明白 我认为啊 不会拿铁链子把人锁上 只不过铁链子把门锁上 顶多唠一这个 丁光五四打门 扔那把门锁上了 不可能为他拿铁锁链子锁上人 这不现实 所以说他来到这 三下两下 把门就拧开了 趁着茫茫月色 逃出了东府 一边跑一边说 我上哪去 我呀 上曹岛那告密去 我上海了 我上海了 感谢观看